猛眼耍酒瓶大秀花式調酒秀 以台中特色的酒類和果汁為基底 調出鍾愛醇香的水果酒 邀請台中市副市長來品嘗 為2012台中市調酒大賽 及台中市好酒展秀活動 揭開序幕 開屏啟動載由台中市各家認證酒莊 把LOGO貼上大酒瓶 要為自家生產釀造的好酒來掛保證 台中市有58家酒莊或酒廠 我們有90多種酒類獲得財政部認證 同時農委會也有5家 所以我們都是全國最好的酒 也是數量最好的酒莊 我們甚至鼓勵他們說 如果我們的酒商在參加認證 我們一年我們可以補助他2萬塊錢 鼓勵他去這個 然後也是可以確保我們市民的飲酒健康安全這樣 這次參展的酒莊業者 共有6家通過財政部優質酒類認證 5家通過農委會農村酒莊評鑑 趁著難得的展售活動 把自家珍貴家釀給搬出來 而主辦單位也借機舉辦酒類的闖關遊戲 和遊獎珍達活動 讓民眾有喝有拿 我是喝的 看得好喝 這樣看得不錯 對 我那就是 對 不錯 不錯 有喝的 喝的 看得好 雕炎這樣 我們地址在農業上 我們的植的瓶頸有一點點甘甜的味道 這個黑肉葡萄品種和金香葡萄品種 金香葡萄品種在我們市場上很優美的香味 也是我們台灣還是說外國人的品牌 除了展獸活動外 竹舞台區域也舉辦了調酒大賽 來自中部近百位的好手同台互相交勁 以指定的台中優質好酒調出地方特色 讓參與的民眾大呼過癮 對台中美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記者裡將台中猜不到